一天如果扇车车走就没问题 是不是一定要走我这边 听到一集顶公司 希望开放一个大车来行驶扇车车 又会让随便清水两川的机密 是大车说出他们的反对 一集顶故意无事艺人 你怎么做你提供我 我说你怎么可以建议 我啦 一集顶公司 今天在管部会议顶 正经提出建议 希望开放一个大车 给扇车车来通行 感谢一集大车车车车来用平凡的现象 今天包括一集顶公司 南岛工部长顶上官单位经员 就占对这个建议正式来进行回抗 对出南岛工部长表示 这个大车有载车20档的重量犯座 车车车并无适合通行 97年12月的结论 还是维持现状20公顿 那 刹尸车一定超过 对 可是这边我们 我们在限制方面 我们就限重 我们没有限车种 可是它超过就是不行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建议 如果说几路大桥 它确实没有办法 承载目前的沙石车的话 那我们也建议说 就目前我们站这个位置 来设计给沙石车可以过往 沙石车可以过往的话 其实它可以 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当提防 然后第二个功能 就可以当沙石大道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影响 路股这边的一个情形 但这个开放 这个大桥通行刷车车的建议 让鲁股当机造议刷车 五岁的水电清水 两川基民 是非常不可接受 我们的产民已经死几个月 我所在都死了 当机要向沙石照应搞到的安全 人家吃钱 我们家吃沙石 这次这些农业本地 就和人二十档 都不可以走 为什么 丁党 他们要拿这些问题 对吧 他们真的要放电管 我们就要沙石了 初步我们是这样子建议 那不代表结论是这样子做的 那未来就看 整个跟产业大道 整个去连线 车绝对不可以入厂 如果入厂 我们这些都老大人 常常都在乘梯 实在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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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客气的刷车 不但影响环境 又方向观光发展 是楼梯架 银花向定基民 当机的欧望 这一顶公司 为了定民生何观 它去观光发展摄像 希望刷车车就由通行 接着大丘来陷阱几几点 但就是加当水灯清水两川 比刷车车危害重控 两兵都危难 最后可能要是 以为其行控来作为结论 接着节目分散 蔡凰博多